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 MIXODUS MUSIC PRODUCTION 我是Robin 接下來這幾條短片,我們都會看看 如何在 Cover 歌 製作好那把人聲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可能對音樂創作 或者自己製作一首歌,自己錄好所有樂器 不是太大興趣 但是很多朋友都會嘗試錄一些 Cover 歌 唱歌上網,即是上網上上網給人聽聽 接下來這幾條短片,都會看看 如何做好 Cover 歌 製作人聲的聲音 而且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用 Logic PRO 音樂製作軟件 接下來這幾條短片,都會使用 Logic PRO 特別使用裡面的 Stock Plug-in 即是免費送給你的 Plug-in 製作好人聲 首先,第一條這條短片,我們會看看 用 EQ Equalizer 其實製作過一本免費電子書 就是 EQ 攻略加 40 個使用 EQ 的小提示 下面的 Description 進去可以免費登記下載這本免費電子書 這本電子書詳細講解了怎樣使用 EQ EQ 製作製作製作,怎樣解釋,怎樣使用 什麼方法使用 EQ 的提示 可以詳細一點講解 EQ 給你聽怎樣使用 接下來這條短片,都會很快使用 Logic PRO 裡面的 EQ 如何作好人聲 即是在 cover 裡面作好人聲 好,現在看看面前,我這個 project 面前開了 Logic PRO 的 project 製作了兩條音軌,上面這條就是 MMO 的音軌 就是一首歌的 Background Music 下面那條 vocal 自然就是那條人聲 很多時候,我們做 cover 的時候 拿到 MMO 回來 放進你的音樂製作軟件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可能很多人忽略的 其實很多 MMO 製造出來的時候 都是經過 Mastering, 經過 Limiter 音量 最頂的位置都是去到天花板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錄一些人聲 或者任何的聲音加進去 MMO 的時候 你一定需要先調低 MMO 的音量 現在本來音量就是 0 dB 的 volume 可以減低一點 令到你再加一點的聲音進去的時候 都不會過了天花板 因為過了天花板,過了 Ceiling 就會是 Clipping 爆咪 我們聽到的聲音就會有少許 Distortion 有些拆的聲音出來了 這件事就是我們 如果真的要做 cover 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先調低 MMO 的音量 接著就是可以看我們 vocal 的音量 可以在 play 一邊播放的時候 我們可以調校 vocal 的音量 我們可以盡量去到整首歌的 大概最大音量的位置 你看到下面的 vocal 大概在這裡的音量也是最大的 我們可以一邊 play 一邊調校 vocal 和 MMO 音量的比例 對呀 大概就是這樣 差不多 令到你聽到的聲音 但是音量和 background music 的比例是OK的 但是有一點就是 當我們唱歌 通常如果唱到高音的地方 錶高音的地方的時候 音量自然是大的 但是呢 當我們去到那個 譬如 first 正歌的時候 低音一點唱歌的時候 就可能比較細聲 其實這個情況是正常 完全正常的 這個情況我們將會使用到 compressor 或者壓縮器 我們就可以改善了這個問題 可以令到大聲和細聲的距離 不會說差太遠 不會說大聲的位置是OK的音量 但是去到低音的位置是太細聲 那麼下一次我們那條短片來看看 Compressor 的時候 就會去搞搞這個dynamic 的問題 現在暫時 如果我們去到前面 可能細聲一點的地方 你會發覺 可能的 vocal 比較細聲一點 這個問題絕對是OK的 暫時來說是OK的 正式說到去做EQ 做頻率的處理 或者是修改 其實EQ 來說 很多人覺得在混音裡面 雖然EQ 是一個比較常用的工具 但是其實不是每一條音軌 其實都要去用EQ 來調校它的頻率 EQ 是什麼呢 EQ 就是把整個音軌的 一些聲音的頻率 現在的音量去逐一調校 在Logic Pro 來說 我們每一條Channel 進入Mix window 下面有一個EQ 的欄 有一個難的 按一按 其實就會 原本就出現了 Logic Pro 的 EQ 的 EQ 的 Stock Plane 出來了 你看到很多 Stock Plane 有這些新款的EQ Plugin 有一個圖給你去看 通常都是這樣 中間有一條實線 還有上面有些Number 由左至右 就是20 去到20K 這個表示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頻率 用Hz 來代表 我們聲音 人可以聽到的頻率 是去到哪裡 最低音 或者最低頻的頻率 我們人可以聽到 大概是20Hz 最高就是20,000Hz 20K 20,000Hz 人聲來說 不是人聲 或者是其他聲音樂器 都好 如果錄得好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EQ 我們是可以 不用怎麼搞 或者搞少少東西 就已經是OK的 如果錄得好 那什麼叫錄得好呢 其實都很難拿捏 或者可能都很大的學問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你想在自己的Home Studio 如何錄得音 錄得OK的時候 其實我之前有另一條短片 介紹10個Home Studio 錄音的小貼士 如果你現在在YouTube看的時候 在右上角 右上角 都會有連結 彈出來 就可以看到那個短片 就是10個Home Studio 錄音的小貼士 希望幫助大家 錄音的時候 可以錄得比較好一點 說回EQ 其實EQ 你看到這個圖 就是可以 可以將到每一個 或者某一些的頻率 可以來到去加它 加一些頻率 即是拉上 就加 拉下 就是去減它一些聲音的頻率 那些音量 那你可以 在每一點那裡 去做一些不同的動作 剛才再講過了 如果那個聲音 錄得OK的時候 其實你又不用 弄它那麼多 但是呢 這條人聲 基本上 雖然是錄得好 但是呢 有些事情可以來改改 講一下 搞EQ之前 有一件事需要注意 就是 當你進入這個混音階段 無論你是做Cover歌也好 或者是自己製作歌也好 即是去到混音階段之前 希望你那條人聲 已經整理好一些Tuning 即是整理好音準 還有一些Timing 先整理好它 因為混音來說 基本上不包括這件事 不包括你整理走音 以及聲音的Timing 來整理前整理後 這件事是不包括的 所以 做EQ動作之前 希望你那個人聲 都已經整理好它 那怎樣來整理 我之前也是有 有YouTube短片介紹 怎樣來整理調整 整理音準 還有 在我的混音基礎入門課程 都詳細有一部分講解 怎樣來整理人聲 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我的 線上課課程 學校來看看 這個混音入門基礎課程 或者我現在在 右上課 也有寫了一條連結 可以去看看 我之前簡單來講解 怎樣來整理人聲的Tuning OK 那整理完了 如果真的要教EQ的時候 人聲第一件事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人聲的聲音頻率分佈 不是太低音 也不是太高音 所以在這個時間 我們很容易可以 進去EQ這個Plugin 加一些Filter 一些過濾器 在這個Plugin 左上角 有一個按鈕 這個叫做 High Pass Filter 或者叫做Low Cut 可以切走一些低頻的聲音 人聲來講 其實不是太低頻 去到大概 一二百Hz左右 開始 我們人聲的聲音 我們可以在這裡 過濾了一些 大概二三百Hz 開始來過濾一些低頻的聲音 那師傅 你那首歌來決定 如果你那首歌 好像這首歌 是一個Full Band的時候 其實呢 有其他樂器 去處理低頻的 例如一些低音結他 Bass 以及Kick Drum 這兩個都是非常常見 一些在一首歌裡面 一個超低頻 或者低頻的樂器 或者可能有Cello 或者一些結電結他 都可以很低音 那所以 如果你那首歌 是Full Band 有這些樂器的時候 不妨你的人聲 都可以過濾多少少 一些低頻的聲音 都OK 但如果你那首歌 譬如是齋琴的 或者齋木結他 這樣為例 那可能那首歌 自己就不會有一些很低頻的聲音 在那裏 那時候 這個可以不用過濾這麼多 一些低頻的聲音 在人聲那裏 OK 那這時候 我們呢 過濾了一點點 大概二三百Hz 左右開始 這些聲音 那另外 超高頻 都可以來過濾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呢 12hz 的時候 拿一個幾斜 幾斜的Q 或者幾斜的 Bandwidth 的EQ 來過濾 或者是 Low Passwitter 或者叫做 High Cut 過濾了一些超高頻 令到他的聲音 不會太Harsh 或者太尖的聲音 那現在呢 我們做完這些動作的時候 我們呢 可以Solo那條人聲 Solo那條人聲 你們要聽聽 之前之後的分別 其實呢 不是太大分別 甚至乎可能沒有分別 那 為什麼是這樣呢 我們可以聽完 我再講解一下 隨風到處出油 提步走 情空遠送優秀 沿途見小狗蟹喉 間旁樹音響悠悠 樂趣是野外探背背 對啦 你記得按這個按鈕 就是 Bypass 了 關掉它 或者開了它 EQ Plug-in 你會發現 剛才一邊開 一邊關掉 已經聽過一班人聲 其實呢 基本上呢 就算你用一個好的 headphone 或者好的Studio Monitor 其實你聽不到什麼的分別 但其實呢 這兩個動作 這兩個過濾器 過濾了一些超低頻 和超高頻的聲音 令到它這條音軌 雖然它錄的時候 人聲是不會有這樣的頻率 但是錄的時候 其實也有錄這些 背景 或者一些小小噪音 在裡面 我們用這個EQ 來過濾了一些超高頻 超低頻的時候 就可以騰空了一些 energy 或者騰空了一些空間 給其他真的需要 這個頻率的聲音樂器 在這個例子 就是一些Bass 或者Kick Drum 或者超高頻 可能有些Strings 或者其他樂器 都是在這兩個 Spectrum 所以這個動作 就可以騰空了一些空間 讓它們發揮好一點 令到可以Distinct一點 令到人聲 和背景音樂 可以說人聲可以輕輕一點 這就是第一個動作 你可以在人聲上做 第二樣東西 其實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或者每一間房間 每一支咪 都可能錄到這些不同 就是 當我們錄音的時候 我們這間房間 其實都製造了一些共鳴的聲音 一些Resonance的聲音 我們可能不太察覺的 其實這條Track 我自己在這間房間 就是我自己這間房間錄的時候 其實我知道這間房間 有一點問題 就是在那個位置 錄音的時候 有些頻率大概在 3-400-400-500 中間 可能有一點點嗡嗡聲的情況 一定每一次都會有的 可能在你的房間 或者在我自己的房間 或者那支咪 放在另一個位置 其實這個情況 都可能不同 所以這件事 你需要自己來找 怎樣找呢 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可以 隨便拿一點點 然後來到這裡 下面你看到 綠色一點點 是綠色這一欄 最下面這個號碼 這個號碼是什麼呢 這個號碼是什麼呢 就是Q 或者叫做Band Width 可以調教這條Band 這一點的斜位 那個窄度 或者那個斜度 這個時候 可以調到比較窄 然後拉到它最高 一直在玩的時候 聽聽有什麼聲音 是比較奇怪的 隨風到處出油 提步走 情空遠送優秀 沿途見小狗蟹喉 間旁樹音響悠悠 樂趣是野外 嘆杯啤酒 無意靈靠鏡效 能昂心 對了 不知道你聽到嗎 就是大概在這個hz 就是大概在350hz 大概在350hz 都是拉到這麼多 特別有一點點嗡嗡聲 你會聽到某些字 或者某些句子出現 這個情況 我覺得 我發覺就是 每次錄音的時候 這間房間 可能製造了一些 共鳴聲音 在這個頻率上 在這個時候 找到這個頻率 我們可以在下面這個db 這裡就是 它這一點 這個頻率 加了多少 或者減了多少 音量 我們在這個時候 可以調低它 大概 八個db 左右 待會再聽一下 看看有什麼 效果出來 調大一點 可以減多一些附近的頻率 我們聽一下 現在那些人聲 跟之前的分別 隨風到處出油 提步走 情空遠送優秀 沿途見小狗蟹喉 間旁樹音響悠悠 樂趣是野外太 對 你會發覺 沒有那麼沉 或者是沒有那麼沉 那些聲音 沒有那麼黏著 黏著 在低頻上 這個小小的動作 可以幫助我們清除了 很多這些噪音 這個動作 可能需要自己來找找 這一點在哪裡 通常 可能每間房子錄音 都可能有一點或者兩點 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可以自己來找找 其實EQ來說 我比較建議 多些做一些減的動作 就是向下拉的動作 因為我們做EQ 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要清除音桂一些不好的頻率 剛才那兩個動作 或者叫三個動作 都是減走一些不好的東西 希望你做你那個 無論是人聲也好 或者其他 如果你想錄了其他樂器的時候 EQ 儘量都是來減多一些 不要太多來加 不要那麼多 boost 詳細不在這裡說 因為在我本的免費電子書 和我的運音課程 其實都詳細講解過 如果有興趣 可以看看電子書 或者運音入門基礎課程 其實最後一件事 我都會去做 加上一些人聲比較好的頻率 藍聲來說 我自己都喜歡 大概在6-7000Hz 7-8000Hz 加上一些 大概 大概2-3dB左右 的聲音 整個聲音 光亮一點 清脆一點 突出那些人聲 是閃亮亮的感覺 可以聽一下 隨風到處出遊 提步走 情空遠送優秀 沿途見小狗蟹喉 間旁樹音響悠悠 樂趣是野外 彈杯啤酒 無依靈扣頸效 能昂秀 人之又欲張飄起興氣球 作首歌來伴奏 對了 剛才在這裡找的時候 其實 那個分別不是那麼大 但如果細心一點 你是真的聽到 高頻那裡 是清晰了很少很少 或者是清脆了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 在這個時候 我們 unmute 那個MMO 聽起來 加上MMO 加上音樂 前後的EQ 在人聲 前後的分別是什麼 隨風到處出油 提步走 情空遠送優秀 沿途見小狗蟹喉 間旁樹音響悠悠 樂趣是野外 彈杯啤酒 無依靈扣頸效 對了 不知道你聽不懂 我自己聽到 其實開了這個EQ 反而我覺得 雖然音量是無便 但是呢 是清晰了一點 是達出了一點 特別在高頻那裡 或者是整體來說 都是清晰了一點 不會說 剛才BIP的時候 真的好像沉了下去 整把聲音 暗了一點 現在光亮了一點 令到整把聲 在EQ上面 在頻率上面 出來一點 這個就是我想 在這首歌裡面 或者這個人聲 可以做的事情 通常 如果你這把人聲 剛才都說過 如果真的錄得OK的時候 EQ來說 不用說做得太多 但如果你真的錄得太差 EQ 就可能要做多一點 就是這樣 好了 希望耳朵少少的內容 幫助到你 來做好你的音樂 無論是做一些Cover 或者原創歌曲 裡面有人聲也好 希望可以幫助我 整理好你的人聲 我們下次來看看 如何使用Compressor 在人聲那裡 很容易去控制到 它的Dynamic 剛才都說過了 我有本免費電子書 就是EQ 攻略 加40個實用小提示 這本電子書 免費的 在下面的 描述欄裡 有一個連結 可以登記和下載 這本免費電子書 希望幫助我 更加明白EQ 如何運用 今天時間差不多 很多謝大家 收睇一下 如果大家未追蹤我的Facebook 或未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 和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更多音樂製作的資訊 如果你們對以上內容 有什麼問題 或者意見 想跟我說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 很歡迎 以及很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真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睇 我們下次繼續看 如何收拾好 人聲的Vocal 下次見 拜拜